已經打到人家的手道了 追球帶起來在左半邊 看起來又要形成安打了 對像越有控球能力的投手的話 其實我們要去做一個打擊上的策略 是會比較好做的 因為畢竟每一個投手或者是 每一個人他都有一定他的習慣 對啊我們就照著他最習慣 最舒服的方式去揮擊他這樣子 打擊教練他就是賽前都會跟我們講說 這個投手的球路跟一些策略 要思考自己要抓什麼球 或者是大概的範圍 然後怎麼去做突破這樣子 後來面對打者 外腳球這一棒送到了右半邊相當的深遠 其實上去也沒有很刻意要追求全球打 但是他強調說只要擊球確實 長達的出現就會很自然而然的去延伸 從春訊開始就是要求他們的一些 比如說力量的釋放然後軌道的確認 以目前數據的呈現是今年一開始 其實在跟公司包括教練等這邊 自己就有心理而比要怎樣去幫助球隊的 哪一個層面去進行一個加強 就目前長達的呈現是剛好有照著我想要的東西去呈現出來 所以應該也算是說選手都平常在給他們的菜單 他們都很努力地去執行所展現的成果 好可憐 約會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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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